好,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围巾 然后这个围巾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围巾的织图 其实还蛮漂亮的,我觉得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围巾呢 也还很简单 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有在练习的长针 OK,但是这个花样呢 它总共会有三针 一针是长针,第二针是锁针 第三针是长针 所以它是一个长针锁针长针组成的一个花样 所以其实还蛮容易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总共有十个十组的花样组成一段 然后最后一个还会加一个长针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做的时候要记得算一下 一段里面会有十个花样 所以我们总共会做一百一十七段 今天呢会比较长一点 而且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就赶快吃一吃 OK,那这边呢有特别著名说 我们的线呢需要95g 那95g大概是多少呢 像这一捆线的话 我今天用的是五股棉 五股棉的话它其实线会比较粗一点 所以我选择用的针是3.5mm的 这个针比较适合这样子比较粗的线 那支起来也会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 比较快完成 效果看起来比较好 那如果越细的线的话 做出来的效果就 就是你的围巾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用比较粗的线 好,然后刚刚有讲到95g 那这个线是多少呢 你们在买线的时候 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它这边有特别标记50g 意思就是说这一捆线 应该会在50g左右 我今天已经织了大部分 然后大部分呢 这个线哦 我在用的时候我发现 我需要用到第三捆线 所以为什么要到第三捆线呢 都没关系 大家可以去斟酌量一量看 所以这个线 大家要选怎样的 其实都ok的 好 那我们可以照着这个织图的话 我们就先织三十二针锁针 是它的底部 底部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学做每一个的花样 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咯 好,那我就先完成我的锁针 32针锁针 ok,通常第一针我会直接拉紧 所以现在我只有一针 一边勾你就一边算 一边勾你就一边算 那等下你就不用再回来算了 4 5 6 7 8 9 10 7 7 7 8 9 7 7 7 8 8 8 9 8 8 8 9 好,32帧完成了之后,我会用这个记号扣,这个叫记号扣 我会用记号扣呢,在这边,在第32帧的位置,我会做一个记号 那等一下我在算帧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乱 OK,如果你担心等一下会算错的话 我建议你每一帧也可以做一个记号了 好,那我们就先做我们的起立帧 起立帧总共是三个所帧 一,二,三 OK,三个所帧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 前面,这个讲义上面有特别著名的是 第一帧,第二帧 我们是不缝的,我们不勾 然后呢,在这个第三帧的部分,我们就会入帧 往下也是一样,一,二,三,入帧 一,二,三,入帧 所以每三帧我们会做一组的花样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是一,二 现在最后两帧呢,一,二的时候 第二帧我们就会做一个长帧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记得每三帧做一次 那我其实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做这一组的花样的时候 常常帧数算错 那可能是你的这个变子针做的大小不同 所以你算起来可能会很麻烦 又或者是可能你就是一直都算不好 或者都好了 那如果你有这个记号扣的话 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在每三帧的地方先做一个记号 那你等一下就不会忘记你到底什么地方需要直接做一个一组的那个花样的 这个我先不管它 我就先在每三帧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OK,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是第一帧嘛,刚刚我们的第一帧 OK,第一帧的地方 一,二,这是我的第三帧 OK,那我就在第三帧的地方做记号 再一样 每三帧的地方 这是我的第三帧的地方 那我就再往下算 一,二,三 OK,这是我的第三帧 也是一样做记号 OK,那我觉得这样做记号的话 至少你到最后如果真的是做记号的时候 算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错了 你还可以重新再算过 那不然的话 你做了很多 然后结果到最后你才发现都错的 你就一直要拆 OK,再来我们继续把剩下的算完 OK,这是我刚刚的第三帧的位置 OK,第三帧在这里 那我就往后算 一,二,三 这是我的第三帧 这是我的第三帧 OK,再来 OK,这是第三帧的位置 再往下算 OK,一,二,这是第三帧 OK,那我就在第三帧的位置 OK,那我就在第三帧的位置 也做记号 每三帧做一个记号 OK,再来一样的 这是刚刚的第三帧 一,二,第三帧 一,二,三 OK,一,二,三 OK,再来一,二,三 OK,再来一,二,三 一,二,三 OK,再来一,二,三 OK,再来一,二,三 好,那最后一帧是 只有一个长帧 所以刚刚是空一针最后一针的地方 OK 这是我的唯一一个长针的地方 好 所以我总共应该要有12个扣子 12个 2 4 6 8 10 12 好 对了 那我就可以开始 够了 好 刚刚我的三针起立针 1 2 3 3针 这个是刚刚我记录第32针的部分 OK 那我就从这里开始 这是第32针吗 往后算12 第三针 所以从这边我要做一个长针 OK 一个长针 长针好了之后 一个锁针 长针 锁针 最后一个是长针 OK 这个长针比较特别 刚刚我们做的长针的位置是这里 OK 那我现在要做的长针 那我现在要做的长针也要重复的在同样一针里面完成 完成我的长针 所以第一个长针跟第三个长针都在同一个锁针里面完成 OK 这就是我现在做好的一个花样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都在同样一个锁针里面完成 OK 这是第一个花样 OK 这是第一个花样 那我继续往下 往下下一个锁针 OK 这就是这个 也是一样 路针 完成一个锁针 完成一个长针 长针了之后 一个锁针 再来一个长针 长针一样的 在刚刚的长针 入针的位置重复做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OK 这是我们的两组的花样 好 再继续做第三个 第三个也是一样 刚刚我们交扣的位置 做一个长针 长针完成之后 一个锁针 再来 同样的位置 刚刚同样的位置在这里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重复做一个长针 OK 所以我已经做好了三组 OK 接下来 我要用快一点的速度 直接把后面的 都做完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再加上一个长针 这是一个花样 再来一次 一个长针 再加上一个长针 再加上一个锁针 再加上一个锁针 然后再加上一个长针 ok 这边已经有污足了 那我就接下去 快速的把后面的都 织完 大家一边织的时候可以一边注意 自己有没有勾兑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 一个长针一个锁针一个长针这个组合 我们很容易忘掉 后面的那个长针 所以最后我们就做不到这个 V-shape 所以大家记得 要一边做一边算 一边注意一下自己的前面那一针 不然的话等下你做完了你还要 再拆 ok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做完了之后我们 就要完成 第一排了 好 10个 OK 这是我的10个花样 10个花样都完成了之后呢 最后一个位置 我要做的是 一个长针 而已 OK 刚刚我们做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针的部分 那最后一针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 顺便的把 这个尾巴 收起来 不然的话等下他就会一直留在外面 那你应该没有看过有谁的围巾 是有一条 线头留在外面的 好 记得跟大家讲 好 当我要开始勾 长针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直接 直接勾完嘛 那你一边勾的时候你可以 就一边长线了 好 我先勾到一半 那我现在 针上面有三个线圈嘛 三个线圈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线头 放在针 和这个新的线 的中间 把它往后放 放好了之后呢 我就 做我的长针下一个步骤 步骤 然后做好一个步骤之后呢 再一样再把这条线 从后面拉到前面 放到针 和新的线的中间 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一样 我就完成我的 长针 OK 那这个 线头它就渐渐的跟上去了 OK 那接下来呢 我要做的是 这一排我做完了嘛 对不对 我做完了之后 我要上新的一排 那我要上新的一排的时候 这一条线也一样 可以继续的长 我要上新的一排的时候 我会先做三个锁针 作为我的 新的一排的起立针 OK 那我要做锁针之前 一样的 把这条线 放到后面 放到后面 放好了之后 我就做我的锁针 OK 一个锁针了 要做第二个锁针的时候 一样 把线头拉到前面来 然后我就做我的第二个锁针 好 第二个锁针做好了之后 要做第三个锁针的时候 线头一样 往后放 OK 第三个锁针完成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 织好的部分 可以把它翻过来 那接下来呢 这个线头 你要往第2段这里收也可以 你要等一下 到了第3 第3段第4段的时候 再往上收 都可以 往旁边往上都可以 只要 有把这个 线头收起来就可以 或者你到这里 你想要把它剪掉也可以 OK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藏好了 一部分了 藏在这个起立针里面 好 接下来 下面的这一排 会比较 难一点 因为我们要算下面的帧数嘛 那如果 到了第2排的话 第2段开始 一直到第117段 都是一样的做法 OK 怎样的做法 大家就可以不用再算针了 但是 你要开始去算你的这个 花样 每一个花样要做一次 OK 刚刚也是一样嘛 我要做 的是 长针 锁针 长针 OK 这是一个组合 所以我的长针要从哪里开始呢 大家可以不用算上面的帧 不用算上面的帧数 我们要做的是 从这个 Vshape的中间 入针 直接从这个地方入针 把线从后面勾出来 完成我的 长针 OK OK 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方法呢 我们叫它 拾取所针数 OK 这个叫做拾取所针数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 缝法 OK 再一样的跟刚刚一样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然后再来是 一个长针 我们一样的 从 这个 Vshape 的中间 入针 完成我们的长针 OK 好 再来 在下一个 花样里面 下一个花样里面 一样的 入针 完成一个长针 长针之后是锁针 锁针 锁针了 再一样的 在这个Vshape的中间 完成我的长针 OK 以此类推一直往下缝 全部的都一样 完成我的 长针 锁针 长针 长针 锁针 压针 压针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一样的 这个 做法 一边做一边检查自己的 完整的花样有没有做好 有没有少一个 少一个长针或是什么的 所以一边做要一边检查 好 好 到了最后面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长针 长针的话空一格往下的这一格 那空一格之后这个辫子 我建议还是要勾完整的辫子 像我们平常勾长针一样 完整的辫子 OK 完整的辫子